大家好 欢迎赛斯光临 邓泽坎地产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第四波疫情迅猛来袭 多伦多的地产已经连续跌了四个月之后的一个展望 我们知道自从德尔塔病毒开始流行以后 全球对于第四波疫情的担心已经开始了 在英国近54%的成年人 已经完成了全接种疫苗 现在每天仍然有超过4500例的新增感染 其中99%归因于德尔塔病毒 5月中旬的时候英国宣布解封 从那个时候开始近半的英国人打完了第一针 30%的打了第二针 目前加拿大已经宣布解封了 那么超过81.6%的人和超过71.4%的人 分别打完了第一针和第二针 我们知道两国都是30岁以下人群的感染率是最高的 差别在于加拿大 5月底将疫苗的注册年龄放宽到了12岁 而英国是到了6月中旬放宽至18岁 截止至目前还未开放对青少年的疫苗接种 5月英国进入第三阶段解封时 40岁以下人群中不到17% 仅打了第一针 仅7%打完了第二针 相比之下截止6月26日 加拿大12至39岁的人群当中 有三分之二至少打完了一针 那么12%打完了两针 相对于英国加拿大应该对于第四波疫情的抵御能力要抢出很多 民众的过于担心其实是没有必要的 我们看一下多伦多地产的销售情况 首先三月份达到了高点 随后四五六七连续四个月的交易量下跌 那么其中价格在6月到7月中间也出现了一个向下的过程 我们看到了在今天上午地产局公布的数据当中 已经明确的显示出来 这个是交易数据 我们可以从上面的图中看到 三月份的销售量为15206套 几乎是往年的一倍 而三月过度的火热透支了一部分后面的销售量 到了7月份的销售量仅仅为9000多套 也仅仅的列低于2020年 仍然超过了1718和19年 本认为除了对疫情的担心之外 季节性因素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 除此之外 房源数量的下量也是原因之一 当然除了房源的数量补足之外 还有其他因素 那么我在后面会提到的 我们看一下这张图 上图可以清楚地看到 在GTA7月房源的数量 这边是9789套 几乎仅仅仅是往年房源数量的一半 我们看到在2018年是19431套 在2019年是17366套 在2020年是15227套 我们再比较上图7月销售量 9174套 而月末库存仅仅为9789套之后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市场上的房源太少 而这些房源当中 出去那些有问题的 有毛病的 有硬伤和标价过高的之外 可以选择的余地确实是比较少 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在衡量一个市场的热度的时候 最重要的指标既不是价格 也不是销售量 甚至不是库存量 而是库存量和销售量的一个比值 就是Month of Inventory MOI 那么MOI表示了 按照目前的库存量 在不增加新库存的情况之下的 一个消耗速度 根据传统的观点 MOI在4到6之间 属于一个平衡市场 如果低于4 就进入了一个卖家市场 这时候市场会比较热 价格也会上涨 如果MOI高于6 则进入一个买家市场 这个时候的市场会比较弱 比较冷 价格也会下降 从上图当中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库存量自从2017年B20海外买家税 达到顶峰之后 除了疫情封城期间反弹之外 进入了一个下滑的通道 而目前GTA的MOI仅仅为1.07 本认为在目前货币超发的情况下 总体的供需矛盾 MOI在1.5到3之间相对是比较平衡的 但尽管如此 市场仍然是一个绝对的买家市场 在市场总体的库存不足的情况之下 目前的市场需求 其实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足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在于市场新生的补充力量不足 我们看一下下面这张图 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由于全球疫情的营养导致新移民的登陆数字 在2020年一整年和2021年到目前为止都非常的低 而根据移民局的计划 2021年的移民数字为40万 因此本认为在2021年的3到5月市场需求的主要来源 是本地的购买力 新移民包括留学生 几乎没有参与进来 随着时间的进展 如果印度伊朗等国家完成群体免疫 大量移民进入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与此同时 中国对于教培行业 以及学区房的政策 也会逐步的看到效果 我们有理由相信 把重心放到刚需房上面 放到学需房上面 将来会有惊喜 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 就房地产而言 购买并非刚需 针对的刚需其实是租房 在租房方面 政府限制了非常严的租金上限 作为非刚需的买房而言 我们看一下最近这些年来 房价上涨的过程 可负担性的变化 我们看一下 从上图 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从1986年以来 Freehold 也就是我们的非condo 可负担性下降的非常的多 但condo的可负担性 到目前看 仍具备一定的空间 而freehold 更具备土地的稀缺性 condo负担性更强 这一点你怎么看待呢 影响未来房价走势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金融方面的考虑 也就是常说的贷款利率 但相信政府提高贷款利率的空间 其实是存在的 条件方面虽然不是必须 但是具备了一定的潜力 在利率中最核心的指标是浮动利率 这也是由债券收益率所决定的 那么下面这张图是美联储 十年期国债的国债收益率变化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 自2020年3月份以来 美联储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路走高 一直到三月底达到了1.74% 国债收益率的上升 带来了利率走高的一个期望 然而美联储最后 还是在权衡了多种因素之后 选择了维持利率不变 自从今年4月份以来 收益率开始走低 目前的国债收益率是1.11% 本人认为 随着这几个月美债收益率的下降 加息的压力已经减缓了 未来长期来看的话 低利率是一个全球性的趋势 当然还是要继续的关注 通畅和未来的疫情情况 也希望大家可以在看过我这期视频之后 点击订阅 随时了解我对未来房地产市场的一些观点和认识 也希望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扫我的微信 申请加入我的微信群参与一起讨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再次光临 奔格卡地产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